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应该都知道 他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 在秦始皇统一天下过程中 他立下赫赫战功 可后来他功成身退 告老还仙了 不过他儿子王奔仍受到秦始皇重用 秦始皇不仅重用了王奔 连王奔的儿子王奔同样受到重用 从中可以看出一点 秦始皇根本不害怕王奔 他从来没想过要吐死狗坑 为什么秦始皇那么霸气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秦始皇非常霸气 他统一六国之时才二十出头 而且他得拥有自己的手握 你看老百这个贾太监 跟自己母亲搞得一块了 不照样被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吗 再比如说吕不韦 这个又可能是他爹的人 他杀起来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这些手握大权的人 秦始皇都能轻松搞定 根本不需要去杀王奔这类人 更何况他还需要用人 为什么要杀呢 天下统一之后 那些六国还有不少人整天嚷嚷着要复国 其中吹牛最厉害的当属项羽 在大街上见到秦始皇漏过 他躲在角落口出狂言 说自己可以取代人家 有本事你倒是取呀 结果呢 项羽只有在秦始皇死掉之后 又等到秦二世把秦国搞得即将散架时 他才敢跑出来急以反叛 可见秦始皇在世时 项羽连僻都不敢放一个 更别说什么取代了 由此可见 秦始皇完全没有想后世帝王一样 对手下那些臣子感到恐惧 什么人他都有办法压制 而且秦始皇本身就是个暴君 谁敢跟他都 他就会把人往私里整 所以也就没必要杀功臣了 秦始皇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 的确有他的霸气之处 跟后来那些开国皇帝相比 秦始皇的确比他们都强一点 这是不可否认的了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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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